昨天高宏安接受媒體訪問 就說今年新竹沒有跨年晚會 這就是一個說謊啊 為什麼 今年6月新竹市文化局追加的預算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今年6月喔 今年6月新竹市政府 送到新竹市議會通過的跨年晚會 就是350萬 有沒有大家看一下這裡 這邊就是350萬 有沒有350萬 這是6月底才通過的 是高宏安上任 錢康明上任之後 才送到議會追加的 如果高宏安說 新竹今年沒有跨年晚會 那請問6月才追加的這一筆預算 到底要辦什麼 它的唯一使用只有跨年晚會啊 大家有看到嗎 我們的任何預算的使用 都是依照計畫內容去辦理 而這一筆350萬的計畫內容 就是追加辦理跨年晚會活動經費 所以高宏安為什麼說謊 高宏安為什麼說謊 而且昨天還不只高宏安說謊 連整個民眾黨都在幫高宏安說謊 說新竹今年沒有跨年晚會 請問350萬就是追加來辦跨年晚會 為什麼高宏安說謊 為什麼民眾黨說謊 原來我們今天才知道 錢康明不說大家不知道 原來他一講才知道 因為李宗廷在這上面上下起手 那現在錢康明離職之後 他要趕筊筊筊就說沒有 沒有這件事 不過我要給大家看看 過去高宏安是怎麼樣消費這件事情的 因為高宏安上任之後 就發現說林志堅的團隊 沒有幫忙編明年 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跨年晚會 因為本來都沒有跨年晚會 就想跟晚會而已 因為很簡單 因為看來從今天新竹縣 所公佈的這個資料來看 他們是輪流的 一年是新竹市辦跨年晚會 一年就是 這一年就是新竹縣放煙火 那隔一年換新竹縣辦跨年晚會 新竹市就放煙火 所以輪流來講的話 今年新竹市辦延會啊 哪有跨年晚會 所以當然林志堅的團隊 就沒有在今年的預算裡面 邊跨年晚會嘛 對不對 結果高宏安在做什麼事情 高宏安拿出來消費啊 他那時候還沒搞清楚的時候 他就說你看嘛 林志堅對新竹不好 沒有邊跨年的預算 要讓許多朋友失望了 所以錢康明到任的時候 三月十三號到任 三月底就敲定 要增加跨年晚會 而且這跨年晚會 是由文化局舉辦 錢康明在他的臉書裡面還講喔 本來這一個東西啊 是承銷處要辦的 他編的就是三百五十萬的 這個預算 結果呢 這個高宏安覺得 這預算沒有道理 叫錢康明重新去編列 他編了一千七百萬 結果後來 還是追加三百五算 完全成效耶 你知道嗎 他一千多萬跑去哪裡 要自己想辦法 是 這就是我認為 李中庭為什麼會這麼深入 這一件案子的原因 一千七百萬才能夠辦的活動 公務預算只編列了三百五十萬 其他的錢要從哪裡來 然後所以六月就追加三百五十萬 這個時候去問高宏安要怎麼辦 高宏安都說去問傑可 去問傑可 叫錢康明去問傑可 錢康明從六月一直問到八月 傑可都不回答他 也就是李中庭都不回答他 甚至在八月二號李中庭 我相信啦 我要是錢康明我會很緊張 為什麼 八月初了 我們馬上在九月 就要把所有的預算送到議會 去做議員的監督 議員一定會問你啊 你三百五十萬已經追加 過本來不用辦晚會的 你們現在要辦晚會 你讓你舉辦到哪裡去的 你籌備到哪裡了 如果他都不知道 我問你錢康明怎麼上議會 因為辦不好就是錢康明的責任 對啊 辦不好是錢康明的責任 而且上議會去被監督 也是錢康明的責任 所以錢康明當然很緊張啊 然後結果你看錢康明還 這個李中庭還質問說 錢康明你幹嘛管那麼多跨年晚會 我就跟你說我會 我會處理啦 後來錢康明繼續沒有辦法放心 八月四號 你看李中庭這樣有夠醜陋 居然市長的男朋友去逼問局長說 你看看你什麼時候辭職 我覺得這太粗魯了吧 哪有一個你知道嗎 你會不會跟這個市長結婚都還不知道 但你已經可以幫市長去執行他的公權力 因為錢康明踩到紅線 他偷偷跑去外面 想說你嘛 我要募款嘛 我要趕快找廠商嘛 因為踩到紅線了 因為他知道一千七百萬才能辦得好 只有三百五一定不夠 所以我要趕快去募款 我要趕快去募款 我找了很多人之後 我就踩到李中庭嘛 所以李中庭就說 哇 我覺得喔 我們之前認識的時候 我誤會你啦 你不是這麼好配嗎 所以我們想 你看看你什麼時候辭職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出爐喔 所以今天錢康明已經講了喔 他在去職之前 他也昨天看到高鴻安 在媒體上面就講說 沒有這個跨年緩會 昨天 今天早上啦 錢康明就說 沒有喔 在我去職的時候 我有交接了跨年緩會 而這跨年緩會 就是六張的A4單面 影印的跨年的企劃書 所以你告訴我 他9月7號 錢康明有交接 那9月12號 高鴻安說 不辦跨年 那到底原因是什麼 就是錢康明要報了嘛 要報跨年緩會裡面有 內鬼嘛 是 可是問題是 錢康明講的啊 錢康明說有啊 我有把資料交給你啊 六張A4啊 到底內容在哪裡啊 對不對 而且9月12號下午 這個高鴻安的發言人 還講說 也一樣喔 不使用任何公談 辦跨年活動 我覺得這整個就是 完全在說謊嘛 為完全目無法拒 就是要掩蓋 李中庭的企劃書 就是要掩蓋 李中庭要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上下其手 我再補充最後一件事情 剛剛況哥講說啊 這李中庭啊 現在副市長就沒人啊 來請副市長來 請李中庭來做副市長 我跟妳說不會 因為私底下的才能夠比較囂張 如果在檯面上之後 那有可能 你在檯面上 你全部要接受大家監督啊 李中庭只有當地下市長 才可以這麼囂張 高興叫誰來罵就叫誰來罵 高興講把哪一隻黑手 插入哪一間案子 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 我告訴你 這就是他最可怕的一個地方 如果我的助理啊 我跟他要一個東西 然後他準備出來之後 準備了好久好久好久 然後準備出來 是這樣子的企業的話 我真的會跟他說 你你要不要回家 再好好想一下 你要不要做這個工作 這太誇張了吧 剛剛講 這個預算編列三百五十萬 但大家還記得嗎 錢康明說 如果要辦跨年王會 要多少錢再辦下去 要一千七百萬 要一千七百萬 所以企劃書拿出來之後 要拿著這一個 這本 要拿去募款 請問 大家剛剛 葉原資已經給大家看過了 這企業的內容 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請問大家 這邊有放煙火 然後這一張不知道 完全真的不知道在講什麼 這應該是一個外國 那是外國建築物 的一個圖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張 Thank you 請問看完這一本之後 會想要捐款給新竹縣政府 或新竹市政府 去辦跨年王會 那一個可能就是募不到款 不然就是募款 早就募好了 所以你看這一份資料 看起來就是拿來 堂塞錢康明的嘛 是 沒有錯 這個要不就是 李中庭其實已經 傳好這些錢 已經找好人 只是說 你這個錢康明 你一直在逼我 你一直在逼我 企劃書企劃書對不對 我就隨便拿著七張給你啦 那你這邊你也拿不出去啊 因為錢康明 這個這個老資格的老師 他看完這個 他絕對不好意思 把這個拿出去募款吧 蘇培你看喔 如果以台北市府 要辦跨年晚會 當然新竹市比較少嘛 那以前康明說的 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七月之前 弄出了這一份 你們如果到七月喔 你們的跨年晚會 PET還是長這樣子的話 這個議員會說什麼 我我覺得有點扯啦 因為在六月的時候 追加預算三百五十萬 對不對 那你三百五十萬 要追加之前 錢康明不是有說 我規劃出一千七百萬的 預算的規劃嗎 那你這預算規劃裡面 就有說我要做A B C D 所以要總共花到一千七百萬 那一本企劃書 一定比這個更精彩 那為什麼 居然李中庭沒有依照 那個計劃書去執行 反而搞出另外這一本 然後這一本要花三百五 要花這個供預算 就要三百五十萬 還要拿去跟別人募款 我覺得這真的 沒有辦法接受啊 因為我們市政府 任何要編列預算 一定要有先有一個規劃 這個規劃 起碼一定要是初步的 那依照的 依照的初步 都一定會比這一本 企劃書來得更清楚 所以我覺得李中庭 我覺得他是真的 非常欺負錢康明 這個計劃書能夠 然後他欺負的是新竹人 這要變三百五十萬 我覺得就是如剛剛將軍講的 他就把他當人頭 我把你當人頭 那你這個人頭 被我用了之後 你就不能講話 那我看不起新竹市民 剛剛好 因為我女朋友就選上了 不然你咬我 我們就是可以做四年 不然你咬我 對不對 然後錢康明是我用的人頭 他拿到這本企劃書 應該的話 他不該講話的 結果他現在就是話太多 所以才在八月四號的時候 我才把他叫來說 你看看你什麼時候要離職嘛 為什麼離職 因為我看到這一本 看不過去嘛 如果這個東西都過了 他都拿出去跟人家募款了 我告訴你錢康明 可能他之前的一事一名 就全部化為烏有了啦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非常爛 錢康明說 真的很爛 不是假的 而這樣的人 拿出這樣的人 拿出這樣企劃書的人 之前在高農安辦公室 可以拿到薪水多少 一夠的五十萬耶 我覺得何德何能啊 我覺得這真的太誇張了 當然大家都剛剛在討論到 他的整個寫得非常爛之外 我覺得事實上他整個的 包括你看首年的經費 有寫到經費這件事情 我已經覺得很詭異 因為照理說 他不是就是一個標案嗎 那經費不是就是市政府的 一個三百五十萬的標案嗎 那你這裡寫著一個經費 那我是有點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寫首年 還是首年建議 還是首年建議 對 所以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這個從頭到尾 是不是其實就是要轉由 明剛之前有提到 由民間來籌辦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 就呈現兩個議題 第一個是你如果經費 已經要由民間來籌辦 那你怎麼可以用 這個官方的兩個Logo在這裡 沒有 他 而且他這一份裡面是寫 經費是由限制政府出 是政府 也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你改由民間辦 現在都已經說不過去 對 因為一開始這份企劃書 裡面錢康明用的 拿到的企劃書是經費 是所謂的三百五十萬的經費 有的時候前局長 為什麼得罪人 就是他們後來想要改成民間辦 因為錢康明是作為局長 他的經費在他預算向下 他一定要有招標的需求報告書 你這一份我根本沒辦法 寫我的需求 對 我補充一下 這事情可能剛好顛倒過來 因為我剛剛回去看 錢康明的發文 他是已經預算 已經過了 過了之後 他一直告訴高鴻安說 那我們預算過了 那到底怎麼辦 他說你去找傑克 傑克有經驗 傑克可以 這個包括肇事活動 所以他可以來辦這個演唱會 所以你去找傑克 他一直追傑克 一直追傑克 一直追傑克 追到最後才有這一本 所以是預算已經通過了 才有這一本計畫 那我們要請教